当我听到今晚这些富派入耳的谣言之时 我和同学们都特别的起分 作为亲历者和见证人 我心里最清楚 教培专心根本就没有任何女学员被性侵过 这些报道就是在侮辱我们女学员 如果是你们的姐妹 你们也会这样造谣无面吗 在这里我想对那些造谣者说 你们整天胡说八道 靠诋毁我们教培结业女学员的名誉 来达到自己不可告人的目的 你们不觉得羞耻吗 良心不痛吗 善有善报 恶有恶报 我坚信你们丑恶言行 必将受到惩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